乌俄激战之际 拜登援助关键武器 确定了美国即将对中国这些商品实施新禁令 继芬兰和瑞典之后 这国也开始行动了 拜登透露当选之夜 习近平打电话来说这句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四个月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6月1日宣布 正在向乌克兰提供一项新的7亿美元武器援助方案 当中包括射程约80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以及更为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 但白宫官员表示 乌克兰承诺不会向俄罗斯领土发射这些火箭弹 据路透社报道 拜登6月1日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将与乌克兰伙伴站在一起 继续提供乌克兰武器及装备 让该国自卫 拜登也宣布提供乌克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的计划 此前 乌克兰政府曾向他保证 不会使用该系统打击俄国境内目标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告诉记者 美国一开始将提供乌克兰四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训练乌军使用这些新系统大约需要三周时间 美国之音的报道采访了退役海军陆战队上校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卡西安 他认为乌克兰做出的保证虽然值得重视 但这取决于微妙的前提 卡西安表示 乌克兰人有可能使用海马斯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因为在很多地方乌克兰人就紧挨着两国边界 他说 而这是有风险的 因为乌克兰人说过他们不会的 但是在激战过程中 你永远不知道会打到哪里 要知道 很多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想象会发生某些指挥官 可能向俄罗斯境内开火的情形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6月1日回应 俄罗斯对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持负面看法 他还说 这件武器对恢复和谈没有鼓励作用 他说 美国的路线是与俄罗斯战斗之最后一名乌克兰人 这种运送物资的做法并不鼓励乌克兰领导人恢复和平谈判 据白宫官员透露 除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之外 美国新的军援方案还包括火箭系统 反火炮雷达 防空监测雷达 更多的标枪 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反装甲武器 这是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第11批类似军员 美国还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直升机 20多万发炮弹和一套零部件 以帮助乌军修理现有设备 一名美国海关官员6月1日表示 已准备好从本月21日起开始执行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禁止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进口商品 官员补充说 要获得禁止豁免 需要有非常高的证据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2月 签署该法案禁止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政府认定中共当局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 该法律包括一个可反驳的推定机制 即除非获得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 否则一律推定所有在新疆制造的产品 均使用了强迫劳动 因此 将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 中共当局否认在新疆存在的人权虐待行为 北京最初否认存在任何拘留营 但后来承认它建立了职业培训中心 以遏制所谓的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负责 该法律执行工作组的代理执行主任 埃尔瓦·穆内顿6月1日表示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在6月21日准备好实施维吾尔族法案 他们已经有资源并且准备好了执行新法律 穆内顿补充说 进口商届时可以选择将背境货物重新运回原产国 任何对推定的货免必须由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专员批准 并向国会报告 穆内顿说 货免需要的证据水平非常高 这需要有文件 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 进口证明产品的供应链没有强制劳动 他还表示 如果进口商在提交证据时欺诈 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将对进口商进行处罚 根据美国律师事务所普恒的一份报告说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影响近1200亿中国商品出口 新疆是一个主要的棉花生产地 也为世界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提供材料 丹麦6月1日就是该国是否加入欧盟防务体系举行公投 此举可能让丹麦结束30年来 在欧洲防务方面奉行的例外政策 这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带来的又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 据法新社报道 乌克兰战争迫使欧洲国家重新思考安全政策 继邻国芬兰和瑞典历史性申请加入北约后 6月1日丹麦的430万选民将进行投票 以决定丹麦是否结束例外 加入欧盟的共同防务体系 在此前公布的最新民调中赞成方的投票意向一度高于65% 但法新社说人需谨慎 因为在这个习惯于对欧洲说不的国家 预计弃权率会很高 丹麦自1972年成欧盟成员国 但在1992年 该国以前所未有的50.7%的比率 拒绝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打响了该国欧洲怀疑论的第一枪 之后丹麦在2000年的公投中拒绝了加入欧元区 并在2015年的公投中再次拒绝加入欧盟的内政和司法政策 以及共同防卫政策 丹麦也因此一直没有参与涉及国防的欧盟外交政策 也不对欧盟军事任务派遣部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周后 丹麦首相宣布与议会大多数党派达成协议 将结束国家例外付诸公投 并进行重大军事投资 跨越北约所期望的GDP的2%门槛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 在5月29日晚上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中说 我发自内心的相信我们应该投赞成票 当我们必须为欧洲的安全而战时 我们必须与我们的邻国更加团结 在丹麦14个政党中 有11个政党呼吁人们在本次公投中投赞成票 代表议会中超过4分之3的席位 只有对融入欧盟持怀疑态度的 极右和极左派反对 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和新保守党 以及激进左翼统一名单 都在鼓动大家投反对票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参加 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发表演讲时说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夜 给他打电话祝贺时声称 专制体制将主宰世界 美国白宫网站近日刊登了 总统拜登演讲的全文 据美国新闻周刊近日报道 拜登5月27日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全球斗争 拜登的演讲表示 他与习近平的会面比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都要多 拜登说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夜 习近平打电话向我祝贺时 他对我说了他之前多次讲过的话 他说民主制度无法在21世纪维持下去 专制体制将主宰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事物变化发展如此之快 民主需要云际共识且耗费时间 而你没有时间 拜登对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说 习近平错了 你们每个人当你们走向世界时 不仅成为美利坚和中国武装部队的骄傲成员 你们将成为我们民主的代表和捍卫者 因为自由社会正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海上扩张的威胁 他重申 他相信民主国家会战胜中国和俄罗斯这类的专制国家 这是拜登首次透露习近平在总统选举之夜 就向他致点祝贺 据德国之声报道 2020年11月7日 美国总统大选票数清点结束 拜登胜出的消息公布后 并没有习近平致点拜登胜选的消息报道出来 投票结束两个多星期后 11月25日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 习近平致点拜登 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 报道称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 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同各国和国际社会 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当时国际媒体还分析说 习近平在美国大选结束两周后 才向拜登发出贺电 意味着中共最高层 已经正式承认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违独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千呼万唤 万威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睇 今天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我是Cherry 用粤语陪你见证 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 定时放送 万威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